今年台北国际食品展即将在6月26号要登场 那么台中市农业局以台中领先为主轴 携手多家农会参展 展出台中最优质的农特产品 包含了像是风源碰干支 雾风白咪等高达有80个品项 拓展国内外市场 让台中优质农产被看见 插下手举牌 宣告今年的台北国际食品展即将在6月26号登场 农业局以台中领先为主轴 首度携手了16家的餐展单位 北上对外展出台中在地最优质的农特产品 我想台北国际食品展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型的食品展 它届时会有很多的业界人士跟消费者去参观 我们就想利用这个机会 这个平台把台中的这些优质的农特产品 所以这次好好的行销 新设的香菇 风源的碰干支 以及雾风的白米等 都是台中优质的农特产 一共展出了超过80个品项 也是新冠疫情后首度参加台北的国际食品展 一路从6月26号到6月29号 提供民众更多元的选择 也希望借此将台中的农特产推广到外县市 开拓更多元的市场 一拳香米台中71号 一直到去年取得了这个有机的验证 这次我们要带上食品展 跟大家分享 除了雾风以外台中市的融合产品 希望能够在北部来推广 那我们的大葱非常的有名 那也希望大家现在就是支持我们的大葱味成堂 因为这个可以让大葱不限产季 扩展到全年度都可以食用这样子 围棋四天的展览将安排一系列的互动以及试吃活动 让民众收获满满的同时 也让台中的优质农特产品被看见